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检方这边已经签结了 认为海巡人员 因为他们当时 其实参考了大陆这边 船员的意见 参考了海巡这边意见 觉得说他们应该没有办法 应该不足以为这件事情来负责 所以没有直接将他们给起诉 但这样一个结局 国裁办没有办法接受 认为这叫做刻意谢责 所以将大陆的休逾期结束之后 大家也看到的就是 两岸在这个事情上面 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那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 真的能够变成未来两边的SOP吗 就是如果发生争端的时候 我们能够参考 二十四事件当时 是留下来怎么样的一个惯例吗 因为你看看 当腕船启发的时候 当地的渔会告诉金门渔民 说自己要小心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太多了啦 你怕去跌到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所以说我们的渔船 看到他们都会尽量闪开 不想要在声势端 毕竟大金门八八 现在人也还在对岸 那看起来官方 能够把人给救回来吗 没人知道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发现了一些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竟然有一艘大陆渔船 是假冒海事呼号 进到我们澎湖这边的 七枚海域来作业 大家就想问 如果你真的想要违规近来 拖网作业的话 你只要把你的那个 自动辨识系统关掉就好了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 让大家知道你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要去改 你的那个辨识系统的号码 假装是中华民国的渔船 然后来这边捕鱼 到底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引擎 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 会不会现在有另外一种的做法 两岸之间的其实现在的关系 官方上面来说 确实就是好像完全断掉了 毕竟214日的案件 他们说叫做当事人对当事人 甚至现在还传出 到了年底的时候 要是川普当选 可能会更不一样 所以对岸的厦门大学 他们说了 如果川普当选 可能会尽快启动 台湾的接管准备 这么样一个说法 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 两岸城市规划的研究所 说因为川普的关系 他的不可预测性比较大 然后甚至还讲了 如果这样的话 统一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 确实对于川普来说 他们的官员一直叫我们要干嘛 要买武器 要提高军事预算 这个来自于川普的前任国防官员 叫做柯伯吉 前副助理部长 直接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说 我们的军费是不足的 对岸军费一直在增加 甚至还说 我们现在从预算来看 叫做近乎自杀 实际对岸的金额 是超过我们的36倍 不是啊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年 台湾的这些财政预算是多少钱 对岸是多少钱 你要这样来比 真的是对的吗 合理的吗 小猎元 这个日本的学者 就直接帮台湾人讲 说他认为 美国一直在对台湾施压 要提高军费 到底是帮忙 还是根本就是在 害台湾 说这样子 真的是照着做的话 有没有可能反而引起 北京这一边的不开心 会郑重他们的下怀呢 好 其实现在呢 在中日之间 他们有一些矛盾 这就是关于核废水的问题 好 目前中方又再一次的跟 这个日本这边来进行交涉 讲的就是说 要开放 要做其他的这些环节 可以 你让我们去查 可是日方的再次 以涉及主权为由来拒绝 但是他们想做生意 不想给茶 但想做生意 他们又跟香港的高官要求 要撤销水产品的这些进口限制 那当然 这个事情就卡住了嘛 因为没有任何的妥协 你怎么样去谈呢 看起来日中之间 很卡卡 日本跟北韩之间 他们现在呢 还有一些人在那边 也是卡卡 所以大家就想问 这一些是不是都算是 岸田外交所留下来的问题 岸田现在确定 他在9月整个选举过后呢 他要直接辞掉他们的这个党职 那换句话说 他就不会是首相了 可是问题是 他9月又要去美国访问 那目前呢 总裁选举的时间 还没有桥定 也就是他们的党主席选举时间 还没有桥定 那到底是让他出访前 还是让他出访后 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现在竟然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上 大家就会想问 算不算毕业旅行 那这趟毕业旅行 叫做加分 还是减分呢 现在到底谁会来接手岸田 据说啦 好多人都跳出来了 连林方正也跳出来了 现在我们常听到 实破帽之外呢 现在连这个 他们的外相上川雅指 也已经跟岸田宣布 他要参选自民党的总裁 大家都想选 但是未来 在日本来说 谁来当首相 其实会影响的 就是他们对外交的政策 以及对经济上面的做法 很大的一个变数 想要请小嘉宾哥 您怎么样来看 轻易发动全身 因为其实从整个亚太地区来看的话 两岸这个是最直接的 我们可以自己瞧的 可是现在2014事件 我们的调查报告 国台办拒绝接受 其实本来就预期到 我们这个检察官 大概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只是为什么要选在 这个时间点丢出来 因为毕竟我们大金板 88号的船长跟船 都还在大陆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结果 会不会对他被遣返产生变数 这个就很耐人寻味 我是觉得本来两岸 其实已经开始 好像有降温的迹象 对 就是因为至少 214的事件本来至少初步获得一个解决 然后昨天又发生大陆渔船 有那个被撞翻 然后我们在负责营救 这样一个状况 那如果能够借这个机会 缓和两岸之间的关系不是比较好 结果你现在又公布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这个未来会对台湾产生很多的变数 那现在大陆渔船 假冒我们的海事 这个讯号进来 其实这个我们要密切注意 因为我觉得对方是在测试 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看看我们能不能发现 多久会发现 所以未来是不是 他会卫装成我们的渔船 然后直接逼近我们 然后甚至采取一些 其他的军事行动 老讲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必须要非常留意 因为他们已经出现这样一个举动 很显然是在做一种试探性的反应 那至于说厦门大学 这个这当然是一个学校 他这样去讲的东西 可是你说未来 真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谁都不敢保证 因为两岸之间看起来关系 在赖行者上台之后是急速恶化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我们至少 应该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那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军事的准备提升到GDP的5% 这个对现阶段台湾来讲 基本上是非常困难 大家都知道立法院 常常几十亿的东西就已经吵翻天了 你一下加几千亿 哪受得了 这势必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 那你觉得这个在立法院能够通过吗 然后这个又能对台湾的军事 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看起来美国也不愿意 把先进武器卖给我们 我们增加了这么多的军事预算 到最后的结果 大概又是去买什么标枪刺针 这些什么火山布雷车 这类的东西 都是美国的这些 巷战用的武器 然后到最后准备了什么 全民预税 是准备这样做吗 这个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未来发展好的方向吗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台湾人 期望的一个结果吧 那至于说日本现在的状况 看起来岸田 现在就是一个看守那个 他在等待下一届的人才出来 那他们竞争当然看起来颇激烈 那也因为岸田 他一直非常亲美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我个人认为 就是短期之内 中日之间 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 那就算接下来的 上台的总裁是哪一位 不知道谁上台 目前是石破茂呼声最高 但是也很难讲 因为他们要角逐的人非常多 那这些人上来 我跟你保证 不管他原来的主张是怎么样 他当了这个新的首相之后 大概还是走秦美路线 因为这是日本不得已 他非要做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选项 他只有走这条路 所以日中之间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有任何 可以期待的发展 或是破冰或是两个突然之间交好 我认为不用期待 那他日本到最后还是一样 会跟在美国的后面 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围堵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自己要去考量 他到底要跟日本走到哪一个地步 是 我们想请教一下介大使 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标题的时候 身为台湾人 其实心里面会紧张的 美中台我们都知道 这三角关系是会 互相牵扯纠葛 但我们也一直在关心美国的大选 那现在如果突然在对岸 厦门大学有这么样一个说法 叫做说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统一可能提前 大家就想问 所以这里面的关联性正相关 到底应该怎么看待 我个人倒看认为川普当选的话 两岸关系会比较和缓 两岸关系会立刻有翻牌性的 这个是紧张才会造成的 大陆事实上的话 他如果要放弃合同的话 那一定是两岸关系 已经到一个不可挽救 从大陆角度不可挽救的余地 所以 我两岸关系最不好的就是 越来越紧张 中间如果有和缓 有往和平的迹象的话 那我想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都是怎么样 都是讲水到渠成的 都不是怎么讲的 都讲了说 强领的瓜不甜 都不希望怎么讲来 都希望能够好顺势而为的 所以两岸关系我觉得就是说 会往我们都不希望的方向走 就是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对立 越来越仇视 那就很难讲 可是川普基本上 我觉得他在他的整个的 对外关系的 他的论述上面 他是讲的比较少 他讲的少的是哪一些 他只希望说 不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也反对战争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能够看这个世界乱成一团 包括今天 乌克兰军队有打进俄罗斯 我认为这一切都跟拜登有关 拜登是一个 带着拿着美国这个武器 到处煽风点火 到处制造对立 到处制造纷乱的一个政客 所以我不管他对美国人 怎么评价他 我们一个非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已经把我们这个部分的世界 搞得越来越紧张 台海搞得越来越紧张 所以我觉得的话 你虽然说要川普上来 这个什么 就会有什么 台海立刻有危机 我倒不认为如此 我认为前提上 我就不认为为如此 我觉得台海的问题 是需要两岸用智慧 用很多耐心 那么善意累积下 会找到一个好的发展的 那我也看 我觉得今天看这些事情的话 就是说厦门大学 这个好像一份报告 很快他就下架的 会觉得不必太过恐慌 你要看大陆的这个整体的政策 那我认为就是说 两岸关系只要这个现状 那么尤其是 我觉得台湾的政府 不要明目张胆的搞台独 一天到晚搞台独 然后一天到晚往军事方面去 做一些过去没有做的事情 我觉得两岸关系 应该是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 继续往前发展的 因为很多事情的话 也不见得我们这一代就可以解决 可能下一代年轻人 他们彼此有新的看法 对不对 这都需要 现在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了 我们很多年轻人 也都在看小红书 对大陆的年轻人 也透过很多管道 知道台湾的状况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乐观的 那不过就变成 你看美国这些 这些人 讲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是为台湾好吗 他说台湾在自杀 我看他是觉得台湾 是应该没有照他的做法 就是自杀吧 对台湾人为什么一定要 把5%的这个GDP拿来搞 这个军事预算 你可以以今天台湾跟大陆 台湾的 我们今天台湾的整体的GDP 用中国的各省来算的话 我们已经是第九名了 对不对 你在这个美国人在那边说 我们在自杀 他在讲什么我不懂 对 你今天要台湾人 今天一定要上战场 作为第二个乌克兰 你才高兴吗 乌克兰人到现在还没觉醒 他是在替美国人打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西方人真的是唯恐台海不乱 那我觉得小丽媛星星 比较了解台湾的现状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的影响力远低于美国这个 这个柯伯吉 柯伯吉在美国 美国是连日本都要听他的 小丽媛星星讲的 会美国人会听吗 不会的 所以美国才是台海真正的最危险的一个因素 我认为不必把对岸看得太危险了 想请教一下大众老师怎么看 对 因为岸田已经说他不选这个总裁 所以代表说他不会连任所谓的总理 那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当时就媒体讨论说 传出来说岸田可能会9月份 还是有访美行程 因为9月是零大开议 大概都在9月下旬 那如果岸田去美国的话 应该会跟拜登的一对一 国事访问的这个高规格 那现在岸田不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设他的访美行程是确定的话 那基本上这就是他的一个毕业旅行 因为岸田我觉得执政到现在三年 将近三年 其实他比较大的遗产 政治上遗产还是在外交 安全方面 那这里面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美日同盟 还有美日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我们回顾一下 他刚担任总理的时候 他在2021年 曾经跟拜登是试训 当时因为疫情 2022年年初他去一趟华府 但是那时候的这个规格定位 是工作会议 还不是国事访问 但是到2023年 大家应该有印象 当年的8月份 在这个大卫营 有美日韩峰会 韩国领导者拜登加上岸田 那是非常风光的一刻 也确定了一个 美日韩同盟的一个路线 那到今年4月份 则是岸田去一趟 又再去一趟华府 还有美日飞的峰会 所以应该是说 在他任内里面 大家最为人称道 或印象最真的是 他在安全上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他希望把国防预算提高 等等 但他败是败在他的内政的处理 还有自民党的一些党内的宠闻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执政的一个 老百姓评价的成绩单里面 可能比较大的比重 还是他最在意的 民生 政治亲不亲民 老百姓对你的政府信不信任 做得好不好 通货膨胀 还有日元的这个 这个壁纸的问题 这些是老百姓比较关键的 比较关键的地方 那至于他的下一个是谁 可能会接受 现在是群雄并起 是 至少十个人 里面从很资深的 到中壮的 到比较年轻的世代都有 从比较资深 吃破帽 帽木敏充 上穿养子 比较稍微中壮一派的 河野太郎民芳正 河野是三年前 是败在安田的手下 到比较资深的 比较新生代的 包括小泉晋次郎 还有小林芸之 就是四十世代 他们的呼声是说 应该要改革快速 而且要世代交替 但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这个吃破帽的 整体的民调是高的 但是因为他的总裁的选举 的制度的关系 未必有优势 因为第一步是 20位国会议员推荐 那有两轮的选举 第一轮选举里面 基本上是自民党党内的 国会议员 三百七十几个 加上他的党的支持者 党员 就是换算成 一样数量的党员 按照比例代表这去算 假设有人过半就上 假设没有的话就第二轮 所以变数还是非常多 但第二轮 国会议员的比重 会大幅的增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没有人能够说得定的原因 但我很同意 不管日本未来的政府 是谁组成 基本上青美路线 大概很难会有 大幅度的转变 毕竟近近几年来 青美路线已经算是 日本蛮重要的一个路线了 甚至在这个路线上面 他们也确实让他们整个 要突破安保了 要让他们在军事上面 更加拥有实质的力量 那这一路走下去的话 对于整个太平洋区域 会造成什么样 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等等广告回来 继续来说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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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